上次我们去上海参加科沃斯新品发布会的时候 郭生生一眼就看上了当时都还没有上市的 多功能空气净化机器人庆宝Z1 回来之后就一直对它念念不忘 因为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庆宝的EVA 那台刚好我朋友新装学就借走净化新家去了 我们家就少一台空气净化器 借此机会我就正好可以试一试这台新款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说庆宝EVA是一台顶五台的空气净化器 那这台Z1就是搭载了智能语音助手的 多功能空气净化机器人 它和我们家的扫机机器人一样 都是拥有语音交互功能的 OK头我在开始净化 正在原地净化中 建筑的时候还会自动识别客厅啊 卧室啊沙发啊床啊等等区域 或者是家具再搭配语音指令 OK头我在净化一下客厅 好的开始区域净化 就可以进行区域净化了 另外它还可以绑定空气检测仪 每个房间都可以放一个 像我们家因为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嘛 我会把检测仪放在距离主机比较远一点的厨房 只要它检测到空气不好 就会召唤庆宝过来进行进化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是物理吸附加上化学分解 双重进化 高效率出甲醛 花粉成蚌 然后PMA2.5 还有细菌病毒等多种污染物 甲醛的进化效果是十倍优于国家标准啊 它那是内置了四重空气换火系统 像新装置有房子换切很重要嘛 但是你又不可能随时开着窗户啊 而可以边移动边进化的庆宝基因呢 就可以大大提升你家的进化效率 一台就可以进化全屋了 而且它是一台移动相分机 因为自从我们家养了奶猫奶狗之后 自己虽然不觉得 但其实家里还是会有些味道的 有时候朋友来做客很明显就能够闻得到 所以尽管天气还比较冷 为了散物我们依然还是会每天打开窗户来通风 但是有了空气进化器之后呢 哪怕你不开窗也能够一直维持清晰的空气 而且它也有优微除菌功能 像很多人都会用巴斯消毒液给家里除菌嘛 但是我觉得巴斯的味道太刺激了 反正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像有小朋友或有宠物的家庭也不方便使用 但它这个除菌功能呢 也能够除家居常见的一些细菌病毒 除菌率达到了99.9%啊 所以用起来就更放心了 除此之外呢 它还是一台无物加湿器 无物加湿呢 不会像普通超声波加湿那样产生二次污染 会更安全更健康 在冬天夏天的时候 我们家偶尔还是会开一下中央空调的 但是开久了 嗓子真的很干很不舒服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家里的环境调节到比较舒适的湿度 这个机型呢 配置了星光集射箱头 拍摄的非常清楚 可以随时抓拍宠物在家里的状态 双双云通话呢 还可以把狗子给吸引过来 有时出门在外的姐妹们 就可以拿它来照看家里的宠物或者家里的情况 关键是它还可以移动啊 所以全屋都给覆盖道了 你们以为这就已经结束了吗 并没有 因为关键是一直希望家里有一台类似甘血侠里面甲维斯的那种智能机器人嘛 而这一台空气净化机器人已经接近那个感觉了 早上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问它天气怎么样 而且还可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 没错 它就像是一个不会做饭的生活管家 还不用给公子的那种 你们就想象一下吧 它一边唱着歌 一边满屋子跑着进化空气 还一边散发着香味的样子 是不是感觉就很有趣 总之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家里有宝宝和有宠物 或者是刚刚专续玩觉得家里空气不好 还就是鼻炎或者是对空气比较敏感的朋友 都可以考虑用它来改善你家的空气条件哦 小蛙